第一步,你得先确认这个世界到底有神还是没神,对不对? 当你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神存在的,你要记住第二步了 这么多的神,不同的宗教都有不同的神 那么,谁是真神?谁是诸神之神? 谁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诸神之上的那位神? 如果你确信耶稣是真神,那么你就进入第三步了 假如耶稣是真神,是大神,是活神 那么我要怎么跟他建立关系呢? 我要怎么去得到他的祝福,他的保护,他的帮助呢? 这才是第三步 然后你知道了怎么跟耶稣建立关系,怎么去信他,怎么被他祝福 然后那么你的人生道路怎么样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一直走到天堂 这是我们余下要走的那一步 我之所以说我比很多的人这个路,少走了一点半路 是因为当我听到福音的时候,我已经迈过第一步了 我已经确定这个世界是有神存在的 我只不过是要确定到底谁是真神 当然当时对我来讲,我当时面对的神佛祖,我不是佛教徒吗? 佛祖,然后呢,我会通灵交诡 那么我通的那些灵是不是神呢? 耶稣跟他们比,又是什么关系呢? 所以这个是我当时要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从来都不是无神论 我一直就是一个有神论 而这种有神论是我从小就已经萌芽了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讲叫做 穷算命,富烧香,对不对? 那我们家本来是应该烧香的那个富有的人家 但是后来从大富变成质贫 成了很穷的人家 那么穷人就要怎么样?多算命 所以我就从小就看着我们家里的人算命 所以我当时就问自己一个问题 为啥算命能算得这么准? 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我从小就对那个眼睛看不见的世界很感兴趣 所以我从十几岁开始 我就开始慢慢地研究算命,风水 二十几岁我就通灵,交诡,练气功 拜佛,拜各种的神佛,偶像 所以我其实一直活在一个有神的世界当中 而且我自己对于那个世界的认知 并不单单只是一些道理 而是我亲身的经历 当下我就会跟你们分享我当年的算命,风水,通灵,交诡的经历 包括气功的经历 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它为什么是真的? 为什么能够影响到我们的世界? 我告诉你背后的奥秘是什么? 所以当时对我来讲 那么我确定这个世界不像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么简单 这个世界真实地存在一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面的存在拥有着比人类更大的能力 我可以把那个世界的能力带到我们这个现实的物质的世界当中 来对我的生活有很多的帮助和改变 但是我当时要面对的福音 我自己的回应就是 福音里面所讲到的这位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他跟佛祖比 跟我通的那些灵比 跟那些神佛比 是什么关系? 真的有耶稣吗? 只有他才是真神吗? 只有他才是至高的主吗? 这是我要确定的问题 简单地说 我后来用亲身的经历 确定这是真的 所以你们改了我的简介 其实我的简介里的意思是 因为我经历了神的作为 不是救赎 其实我本来是想说我经历了神迹 但我怕很多人吓得不太理解 什么叫经历神迹 所以我已经很含蓄地说 我经历了很多神的作为 其实是我真的是经历了一连串的神迹 之后我确定 耶稣比所有的神都大